京超在今年之前可能很少人知道京超这个演员的名字 但是最近京超的名字可以说时不时就成了观众热议的话题 不少人也因此直言32岁的京超终于要火了 原来是因为京超在今年出演了《如意传》中的林云彻而被观众所熟悉 不少剧粉对京超扮演了这个角色而对京超有所关注 在该剧结束之后京超又上了话题非常多的综艺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 没想到却获得了无数人的认可 有演技的京超也终于火了起来了 之后才知道其实她在四年前就已经结婚 只是一直以来都非常低调 所以直到现在大家才发现她38岁的娇妻藏了近四年 而且还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童颖女神小李琳 据说小李琳嫁给京超12婚 虽然比京超大6岁 但是却一点也没有违和感 夫妻两人也十分恩爱 并且还有两个十分可爱的女儿 大女儿是小李琳跟前夫生下的女儿 跟小李琳长相十分相似 遗传了妈妈的良好基因 而小女儿是京超跟小李琳的女儿 长相也是十分可爱 颜值也很高